房價居高不下 尤其臺北市淡黃區 價格更是金金漲 儘管如此 在少子化浪潮下 越來越多家長 為了讓孩子贏在起跑點 上演現代版夢母三千 臺北市二曼國小學區宅 包含敦化新生以及精華國小 平均單價都突破百萬元 其中光是敦化國小一年的成交量 就高達兩百二十八截 敦化國小今年招生狀況 依舊相當火熱 一共六百人搶三百四十八個名額 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八 最後涉及日定在一百零七年八月 將依涉及時間順序分發入學 等於最晚孩子一出生 就得先買學區宅卡位 國小是基礎 那你如果再往上的話 你當然基礎要打好 好的學校附近的那種補習班 應該照說也是比較好的 我目前自己是不會這樣想 因為畢竟學區房很貴 然後可能自己未必負擔得起這樣 該不該買學區宅民眾看法兩極 不過攤開北市額滿國小周邊住宅 單價來看 新生精華 每瓶都超過一百一十萬 包含杏仁國小前五名有三間都在大安區 第十名的長安國小均價七十三點七萬 相對親民 交易量更是來到三百四十五件 比起前九名都還高 很多家長他可能在小朋友一出生 他可能就會就是在這個地方做 置產涉及的動作 那確保小朋友就是一定能夠進入學校就讀 有一些置產族 他也會希望有這樣的一個標的 所以說他整個需求是穩定的 專家分析學區宅近年房價漲幅 約落在百分之三到五之間 房價保值抗疊 轉手性都較佳 不過家長購屋前得先查好學區 才有望讓孩子成功進入明星國校 三億新聞 楊超成 疫情台北報導